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一本書,叫《科學怪人》 那一本書的內容大意是有一名少年 他是一位科學家,他正好想研究 把死人變成活人的一本書 他一開始先找了一具屍體,然後開始研究 然後研究完就真的研究出了一個科學的怪 然後當他那個怪人走出來時 那個那名少年就以為是怪人要殺掉他 所以那名少年就討好 過了不久之後,少年找他的女友 然後去那個找怪人 然後之後那個怪人就衝出來 也一起殺掉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死掉之後 怪人就出現在他面前 然後怪人就說 要幫他製造一個 也要幫他製造一個女友 然後那個那名少年就立即的飛去美國 然後去研究另外一個怪人 然後他心想說 如果研究兩個怪人 不是就犯下了錯誤 天大的錯誤嗎 過不久之後他就把那名 那具屍體毀掉 怪人就說 你不是要幫我製造一個女友 他就說 因為我製造兩個怪人 會犯下天大的錯誤 之後怪人就說 過不久 你和你的老婆 都會被殺了 之後呢 他和那個 他的老婆結婚了 結婚之後呢 他的老婆真的就被怪人殺掉了 然後那個 那名少年的父親就很生氣 結果被那名少年氣死了 那名少年就立即的衝過去找怪人算戰 結果怪人就跟他講說他也是有感情的 之後他就把怪人帶回他的研究室 結果怪人逃跑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我的感想是 要 要常常關心的 就不要 看他的 看他的那個 那個身體器官什麼 臉部很醜的話 不要 那個 依外觀來 批評 不要 用 要用 愛心來 那個 關懷他 就這樣 結束了 謝謝大家 好 不錯喔